像這一隊裝柱 他們在編排上裝柱的數目非常的多 所以裝柱理論上是比較密 比較容易操作 然後再加上說他們裝柱間的距離 還有裝柱的高度差都比較小 所以操作在實質上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 在編排上可能在裁判就會有所考量 可是因為比較密 比較平 所以他難度的展現 或者速度上就會比其他隊伍快 失誤率也會比較低 可是他這個上柱的這個動作 是從正面跳躍上柱 然後連著幾個轉身 在柱上還是一樣的活潑 是 好 站立 要操作他的眼睛 就拉到他的眼睛 然後又要用手去控制他的嘴巴 好 失尾掛裝 連三跳之後一個猛揮手 來個失尾下裝 在側面站定 回頭一看 慢慢慢慢觀察進行 站起來 所以他失尾掛裝以後很害怕 然後在那邊抖動代表說他很害怕 好 到現在為止 So far so good 這個表情把獅子的這種多疑的性格表現出來 歐唷 歐唷 這個甩尾 甩尾360度的大甩尾 是 一個腳做中心 這個不容易 是 所以雖然他的裝束是前面球友提到 是比較高低落差比較沒那麼大 但是他就必須要在其他的動作上 其他的難度上來彌補他的一個表演 是 他就是要用比較多的難度 或者比較難的難度 來贏得這個觀眾的裁判的分數 這個就是編舞等於編劇一樣 每一個獅子他都有他自己的編劇 所以這個也佔相當的分數 所以編排上他的得分 就會比前面的隊伍的得分會高許多 就是裝束上的安排 裁判就必須在這邊做一些推敲了 這也是一個有創意的動作 兩個腿抬起來 再來個回頭望月 這是武士運動員表現出他很害怕 獅子很害怕的特性 要要轉身 甩尾 精彩萬分 連續動作 這屁股還蠻性感的 所以讓大家比一下這個高度 是 哇 大明大放的轉身跳躍交叉花布 好 古典配合的恰到好處 對 他在古樂的配合上是非常的 很好的 非常好的 配合很好的 最後 這個單柱 單柱支撐 對 站雙人 跳回來快跳兩次 哇 來一個剎車急停 回頭看一下 好 這個古典配得恰到好處 現在準備要踩青 慢慢地打亮一下 他已經看到他的食物了 只是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去 因為是一個危險的一個環境 好 鼓起勇氣 向前 準備向前衝 準備要向前衝了 先高高地站起來 他一個失 他剛才是站雙腿的失足 所以 裁判 有些裁判已經開始進行掛牌 好 用腿 把那個 先踩起來 左右晃動 渾身都在動 吐青 所以剛剛 站雙腿下來 裁判他認為說這個是一個過渡 沒有把它視為一個失誤 所以有很多裁判 本來要把它判為失誤 可能現在就沒有做出失誤的判定 這對 這一對來講是一個好消息 是 TPR 好 好 回目一笑 好 清理一下毛髮 準備回家了 哎呦 這比三肌跳還要厲害 好 最後定住 這動作比較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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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剛剛在回去的路途上 出現了四頭四尾的非歸立相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